大家好,我是鸡腿,欢迎收看我的频道,获取定生前曾攻下四座城,并取了四个霸气名字,近两千多年来沿用至今,据史册记载,自下朝灭亡后,残兵逃亡北方,与当地民族不断融合,于是逐渐形成了匈奴部落,因为资源的溃疤,匈奴会时不时的除兵侵犯中原的边境,抢夺当地资源。 在西汉时期,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军霍取定,他征战匈奴从无败计,在打通了河西走廊后,为了彰显朝廷的军威,严陆的四座重城更换了霸气的名字,时至今日还在沿用。 公元前140年,霍取定在平阳侯府出生,但他却不是身份显贵的侯府少养,而是平阳府中的女仆魏少儿,与县里霍仲如的私生子,因为母亲身份低贱,父亲在他出生后不久,便抛弃了母子二人,留下母亲独自抚养获取定, 本以为霍取定会在贫穷艰难的环境中长大,但上天眷顾魏家,在霍取定出生的第二年,他的姨母魏子夫便得汉武帝宠幸,成为了后宫的宠妃,魏家全家都跟着沾了光,魏少儿的官奴身份也被黏去了,母女过上了不错的生活,在霍取定13岁时,姨母魏子夫成了西汉的皇后,魏家一举成为了皇亲国戚,霍取定的舅舅魏卿,为朝廷征战沙场,立下了汉马功劳,成为汉武帝眼中的大功臣, 魏家在朝中的地位更加尊贵,魏卿对于小外甥霍取定很是喜爱,便把他接到了长安城内生活,霍取定就跟着舅舅练习武术,这时他的军事才能就开始逐渐显现了,后来霍取定被接到宫中,汉武帝对于机灵的小外甥也十分宠爱,还亲自传授他兵法知识,天资聪慧的霍取定很快就熟读了兵法,刀枪棍棒,骑马射箭等武术也是样样精通, 在魏卿和汉武帝的教导下,加上霍取定本身的军事天赋,他在军事方面成长得极宽,于是汉武帝便想让霍取定到战场上历练一下,18岁的霍取定被封为飘摇少尉,跟随舅舅魏卿前往北方出征匈奴,谁也不曾想,第一次上沙场的霍取定从此名声打造, 在部队到达隆西后,魏卿命令士兵们驻战安营,这让霍取定十分疑惑,他询问舅舅为何不趁部队士气阵望时,对匈奴发起进攻,将其一举歼面,魏卿的作战谋略,事先休养生息,等匈奴主动进攻,我军在采用围剿战术,将其一网打尽,当时的草原经常出现沙尘暴天气,如果按照霍取定的提议孤军进攻,部队极有可能会被封杀戏卷迷失方向,此时敌军一旦袭来, 我军将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,霍取定却认为舅舅的战术太过于保守,于是自己带着八百铁骑深入大漠,禁止向匈奴大营发起进攻,突然出现的铁骑,让匈奴猝不及防,以往都是以一代劳的汉军,竟然会如此主动的出击,在匈奴还没反应过来时,就被打得溃不成军,霍取定带领的八百铁骑,歼灭了匈奴两千余人,就连敌军的几个高级将领,都被霍取定当场斩杀, 柴瑜的叔父也被当场擒获,匈奴大军被一举击溃,这一消息传到朝堂时,满朝文武都对霍取定刮目相看,汉武帝更是对他大家赞赏,为了表彰霍取定的战功,汉武帝当即赐封他为冠军后,亦为公冠全军,此次战役后,西汉王朝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景象,但缓缓没有达到汉武帝期望的模样,和其走廊被匈奴占据,汉朝的百姓想要在此地去做生意,首先要征得匈奴的同意,并且要缴纳不少 不给钱就做不了生意,和西走廊还是连接华夏中原地区的关键位置,占据和西走廊对开拓疆土有着重大的意义,在这一背景下,汉武帝想要把和西走廊的掌控权从匈奴手中抢回来,于是汉武帝再次派出霍取并征战西域,还任命他为票弃将军,这年春天,霍取并率军前往西域,在那里驻守的是匈奴的魂牵王和修徒王,霍取并还是采用主动出击的策略,但这次与之前的情况不同,由于西取了 上次的教训,匈奴驻守时戒备心很重,在汉军出关之时,敌军就有所帮备,霍取并率领的一万精兵,与敌军展开了正面对决,两军对战时,霍取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幽默,他像一把尖刀一样,带领五百骑兵直接插入敌军的心脏,霍取并手握一杆长矛,口中高喊着杀敌的口号,在军队中来回传缩,霍取并的高昂激情,带动了汉军的五百骑兵,他们瞬间斗着昂扬,也高 喊着杀敌的口号,与匈奴厮杀,这高昂的气势,碾压了一项野蛮飘悍的匈奴,霍取并率领的士兵,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,大捕敌军,匈奴渐渐开始乱了阵脚,霍取并看准时机,带领汉军从万军中突围而出,快速地往后方行进,剩下的一万汉军主力,全部扑向敌军,匈奴军队两万士兵,却被一万人数的汉军追着打,霍取并还当场斩杀了善于的儿子,首战告结后 霍取并没有歇息半可,便率领汉军转战河西的五国,在六天时间里,行军整整一千多公里,不给敌军一丝一毫喘息的机会,匈奴逃到高兰山下时,眼看已经无路可走,只能硬着头皮与汉军进行殊死一波,士气正盛的汉军,一举歼歼面了逃亡匈奴的残余使命,河西走廊驻守的匈奴,一共五万余人,其中有将近一万人被汉军斩杀,折兰王和卢侯王也先后被斩杀,魂蟹王等的首领不是被� 一刀俘虏,就是主动率兵投降,霍取并用一万汉军打败了匈奴五万的军队,从此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朝军队有了新的认知,他们开始忌惮军力强大的中原王朝,在打通了河西走廊后,为了展现汉朝的寻威,朝廷把霍取并中途拿下的四个重要城市重新命名,分别是武威,张掖,九泉,敦煌,后代为了纪念霍取并的功绩,便一直沿用了这四个地名,历朝历代都不曾更改,霍取并所参与的战役, 都是以少胜多,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,但他的一生却十分短暂,或许是天度英才吧,或许并在23岁的年纪就英年早失了,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,记得按赞,订阅,分享和介绍给朋友,我们下集再见。